2016年5月2号,由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办,北京天赐胜拳马术俱乐部和北京京华星马业俱乐部承办的北京马鞋速度赛马公开赛第一站,在北京天赐胜拳马术俱乐部赛马场开赛。 这是自2012年北京马鞋停办速度赛时隔4年后恢复该项目赛事的首场比赛。 下午2点30,赛前进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北京天赐胜拳马术俱乐部总经理王居宁和北京京华星马业俱乐部总经理任宁宁分别致辞。 希望所有的骑手们、元手们加力,祝马赛马造成功,谢谢大家。 随后比赛开始,首先进行成年纯学马组1000米的比赛。赛事裁判长一声令下,骑跑马闸瞬间开启,众多骑手策马而出,勇往直前。 1000米的赛程转瞬之间便结束了,比赛产生了优胜者。 北京马鞋秘书长陈彻在赛后接受中国金顿网络电视台马术频道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北京马鞋主办的速度赛是时隔4年后的再次恢复,是为了完善马术赛事项目,推动北京地区速度赛马蓬勃发展的新举措,并有信心把速度赛办成品牌赛事,促进以马术为载体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今天的比赛项目还分别进行了三岁纯学马组1000米,成年纯学马组2000米,无限定纯学马组3000米,登记纯学马组1000米,共5个项目级别的比赛。 充满激情的速度赛很快地结束了,随后各组的冠军、亚军、季军依次产生,获胜其手登上领奖台,接受荣誉受奖。 北京马鞋的有关领导和特邀嘉宾为获奖。